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 日前经黑龙江省委批准 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对中共第十二届黑龙江省委委员 鹤岗市委员书记张恩亮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张恩亮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对抗组织审查 官迷心窍 跑官买官并被骗 搞迷信活动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连结纪律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违规购买办公用房 违反组织纪律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违反连结纪律 违规借贷获得大额回报 搞全色 钱色交易 违反工作纪律 违规设立并使用小金库款项 违反生活纪律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侵吞 挪用公款 在职务调整 工程项目承揽 项目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涉嫌贪污 挪用公款和受贿犯罪 依据有关规定 经黑龙江省纪委常委会会议 黑龙江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后 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张恩亮开除党籍处分 终止其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由黑龙江省监委 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物一并移送